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反政府示威轉趨暴力 警方鎮壓行動中有數十人死亡,包括18名警察 梁超明報導 哈薩克斯坦警方公佈國內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的示威暴動片段 包括汽車撞向警方盾陣、民眾和警方衝突 還有在路邊一部汽車手出武器、警方拘捕示威者等片段 警方發言人表示在昨日的暴動中數十名攻擊者被清算 將示威者定性為極端主義者 內政部表示近2300人被捕 當地獨立三十年來最大示威活動上週末因高尤加而引發 連日來示威已引發大規模傷亡 當局指警方有18人死亡,包括兩名被示威者斬首 另有748人受傷 示威者傷亡數以百計,當中有約60人正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為應對近日尤加危機,總統托卡耶夫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警方阿拉木圖和首都魯爾蘇丹布下重防防止示威擴大 雖然首都魯爾蘇丹局勢暫時平靜 俄軍亦以抵達哈薩克加爾協助 警方阿拉木園和首都魯爾蘇丹口 阿拉木園和首都魯爾蘇丹布下輪 響能由李蘇丹布下敏 警方阿拉木園和首都魯爾蘇丹布下重防止